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如果自己 用VBA來輸出公式 而且是自己寫 自己寫的方式 一樣是一個Sub到EndSub 那我要怎麼樣不用 上禮拜是用錄製的 那今天的話是自己寫 那怎麼樣自己寫 接下來的話我們一樣 請會 切到剛剛的 Excel的檔案 那我們一樣就是說 上個禮拜是 最好的方式是這樣 乾脆 就是把這個綜合練習再複製一個 不要不要一樣 我們把他另外再 把他分開來 那複製 一個工作表的方法很簡單 拖拉加Ctrl鍵 拖拉這個工作表 然後按下Ctrl鍵 並且放開左鍵 現在Ctrl有沒有 放開A多一個 然後這邊多一個綜合練習 瓜糊二 然後把他改一下 這個也許把他改成叫VBA 好了 然後如果上禮拜也許叫什麼 叫聚集好了 也許啦 就是說 你這個可以把他做個區隔 上禮拜的是聚集 然後這禮拜的話就VBA 那差別是說聚集是用錄製的 OK 所以就用開發人員裡面錄製聚集 把那個 滑鼠跟鍵盤的動作記錄下來 OK 然後VBA的話 主要就是說 你要自己寫 也就是說 寫出來結果會跟這個一樣 這兩個按鈕是用錄製的 那你想說 老師那可不可以 我不要錄製了 我要自己寫 那自己寫的話 你 才有辦法去 針對你自己的需求 從頭到尾就是 把你需要的程式 把它創造出來 那怎麼樣去寫VBA 首先的話 第一個 一樣 我們切到VBA 反正以後 第一個請各位把 這個工作表複製一個 第一步 那第二步的話 請你在 反正你要寫VBA 一定要記得 我剛有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開發人員裡面的這個VBA 那只要找到 以後都固定 步驟 一定要第一個要開 那第二個的話 記得我剛有特別強調 寫要寫在哪裡 寫在模組裡面 OK 那所以呢 那我應該怎麼寫 打開它 那你會發現 其實我的習慣是把它縮小 你們可能 打開VBA是很大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它縮小一點點 然後把它移到中間 為什麼移到中間 因為你可以 一邊看Excel上面要做什麼 然後一邊寫你要的程式 這樣其實我覺得 寫起來比較順手 但你不這樣子也沒關係啦 反正有時候你習慣就好了 OK 好 這個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裡面的字 有時候你會問 這字怎麼那麼小啊 可不可以字放大 字怎麼放大交過一下 工具 選項裡面 如果你要字放大的話 請你把工具選項裡面 的撰寫風格 工具 選項 撰寫風格裡面 至少把它改成 12吧 14感覺太大了 因為原來9改成12按確定 至少會變大了有沒有 這樣感覺至少會比較舒服一點點 那 再來的話呢 程式應該寫在哪裡呢 其實 兩種 寫法 第一個是 你可以直接把它寫在 這個是第一段程式 第一個SARB 這個是第二個SARB 你可以寫在這個下面 方法一 是方法一 那你想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把它分開喔 我可以不要把它跟上個禮拜的放一起 我想要把它另外放回 可以 那怎麼做 很簡單嘛 你就在這個 專案 總管 專案總管上面按右鍵 一樣喔 任何空白地方按右鍵 一樣再插入一個模組 那你想說老師那我不是剛剛已經有一個 沒關係你再插入一個 它就變成Module 2了 有沒有 那Module 2裡面就空白的 那Module 1還在 Module 2 也就是說你可以把它分開來 Module 1 是錄製的 那Module 2的話呢 那就是自己寫的 OK 那如果要自己寫的話呢 該怎麼寫喔 其實大概 方法也蠻單純的 我們舉個例子就是說 雲端白板上面呢 這邊假設我要寫一支程式叫做 門號公式 OK 那門號公式的話 其實呢 你只要 記得一個方法 就是開頭一定要叫sub 這個sub名稱是固定的 sub的話在這邊理解是 sub一般是 什麼 subway 就是 下一層的意思啊 就指 所以有時候翻譯叫指程式 或者叫副程式 OK 這個sub 後面空一格之後給它一個名稱 這個名稱也有叫門號 我今天有一個 我要自己寫喔 我希望 按下這個 執行這個sub的時候呢 可以自動幫我把某個公式 輸出到某個儲存格裡面 OK 甚至是輸出到某一個 範圍的 這個儲存格裡面 那我該怎麼寫 你大概就寫這樣 sub空一格 門號 按Enter就可以 那你想說Enter 那老師後面 不是要刮鬍啊 還有EnterSub呢 你會發現喔 我是覺得 這個VBA 他還蠻人心化的 你按Enter 他會自己幫你加這些 有沒有 這個後刮鬍 跟EnterSub 他會自己加 想說老師我自己打個不會 也可以啦 問題 其實 沒有人 像我是很懶的啦 反正有些懶的方法 我現在用懶的方法 你又不用去記那麼多 你也不用寫那麼多 所以你會發現喔 有些 方法他會 記一下 所以第一個 請你在 這個 V 這個Visual Basic 這邊打開 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第一步 那會產生Module2 第二步的話 這邊出現一個 sub 然後門號 然後你直接按Enter就可以 Enter 好那接下來要怎麼寫呢 接下來喔 寫的方法跟各位講 因為我的需求是這樣 我希望把一個公式 直接輸出到哪裡呢 輸出到這裡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一個儲存格 那儲存格 假設我今天要寫一個 一個程式是直接輸出到這裡 那程式該如何撰寫 請跟各位講一下 接下來你要學的說 第一個 儲存格 在VBA 裡面要怎麼敘述 那敘述的方法跟各位講 你可能要再 再選一個 我希望在 這個中間 按一個Tab 按Tab 通常是指的是下一階 下一階的 意思是說 我要做 寫程式動作 那寫在哪裡 寫在這個sub裡面 當你不按Tab 其實直接寫OK啦 只是說 感覺好像 沒有那個階層的概念 OK 接下來我要輸出到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 你們要再 多寄一個 物件名稱叫Sales Sales 就是儲存格 Sales的話 加S就是 F 一個集合 等於是負數 刮鬍之後的話 後面呢 他就會問你說 請問一下 你要指的是 Roleindex Role指的是列 意思是說 你哪一列啊 第二列 所以你就輸入2就可以了 在逗點 所以你需要在刮鬍裡面 給他兩個參數 跟他講說哪一欄 哪一列 那你逗點之後呢 他這邊出底字 變成Column Column就欄了 第幾欄啊 欄的話其實有兩種敘述 一個是直接給數字 第五欄 OK 可是問題 後面後刮鬍 這個就是指的是 1、2儲存格 他問題喔 這個1、2有時候啊 這個5喔 其實還好算 因為A、B、C、D、E 第五欄OK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什麼 X欄好了 X是多少 A、B、C、D、E、F、G 很麻煩對不對 所以呢 交給另外一個敘述方法 直接給他一個文字 1 可是他是文字喔 所以記得文字要怎麼樣 前後一定要加什麼 加雙引號 這樣的敘述我覺得 比較OK一點 為什麼 因為 就由我剛剛講那個問題 因為 如果是欄啊 通常是直接看到 哪一欄就好了 不然的話以後 假設那個欄呢 他是很後面的 你要怎麼算那個數字 好 那意思就是說呢 我今天要在 這個儲存格裡面 放一個公式 那個公式的話很簡單 等號 後面加雙引號 那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個等號跟你們以前的理解的等號不一樣喔 不是以前那個數學那個等號喔 這個裡面 程式裡面的等號意思是 幫我把後面的資料 放到前面的儲存格裡面 所以後面就是一個 兩個雙引號碼 裡面就是放文字 那放什麼文字呢 就是把剛剛我們 要放的公式 公式其實就是這個啦 直接把這個公式 直接怎麼樣 直接 拿來複製一下 如果今天 我希望你幫我把這個公式 直接我執行了之後 你就幫我把這個公式 直接就放到那個儲存格裡面 OK那我就直接拿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把它 複製完之後記得按取消 因為如果沒有取消 它好像 它會變成什麼 它好像會亂跑 有沒有 所以取消之後就沒事了 把這個公式複製了 然後呢 再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雙引號裡面 OK 但是會有一個問題喔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到喔 這個也是 你要輸出公式 到 這個儲存格裡面 會遇到的 因為呢 在ECL裡面呢 公式裡面 已經有雙引號了 但是VBA裡面也是用雙引號 所以呢這個雙引號跟這個雙引號 它就會搞混 它將來如果怎麼樣 假設你把這個公式 貼到這個雙引號裡面 它就會搞不清楚說 到底你這個雙引號呢 是ECL裡面 公式裡面的雙引號呢 還是VBA裡面的雙引號 所以喔 我如果把剛剛的公式 直接貼到哪裡 貼到這個雙引號裡面的話 再移開 你會發現 它會出一個錯誤 什麼錯誤 編譯錯誤 必須是 陳述式結尾 反正你先不要管這個錯誤啦 其實這個錯誤的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 它看到這一串文字裡面 有看到雙引號 但這個雙引號在VBA裡面是拿來當成是 文字的開頭跟文字的結尾 可是你裡面又用了這一串 所以要搞混了 那怎麼辦 跟各位講喔 這邊有個固定規則 為了要解決就是說 兩邊會 混淆 所以呢有一個 規則就是說 如果你是 ECL裡面的 公式雙引號的話 那你又要做輸出 你就是直接把 這一串公式裡面的雙引號 每一個雙引號 為了區隔 把它變成兩個就好了 那哪邊要做兩個 當然記得喔 這個頭尾 是VBA裡面的 不用 有沒有 那裡面的雙引號呢 只要是有 有雙引號的地方 很簡單 你只要把它 一個變兩個 那 這個錯誤訊息就會消失了 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做 其實蠻多的 所以這邊可以 這邊一個嘛 然後這邊就一個 反正 而且你要很細心啦 寫程式 最麻煩的地方 我是覺得 就是要 非常的小心 因為少一個多一個都不行 而且 也要非常耐心 OK喔 而且 要非常專心啦 因為如果你又不專心的話 常常就是會做錯 多一個少一個都不行啦 所以其實我覺得 好 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啦 OK喔 反正你不要做錯就好了 最好是 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不要一邊做一邊講的話 很容易 像我有時候 因為上課 一邊講 就常常出錯 好 那做完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喔 那這個錯誤呢 是不是就沒有了 移開一下 有沒有發現 就OK了喔 所以我剛剛 只有做一件事 貼上之後有沒有 然後把一個雙引號 變兩個雙引號 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OK 應該知道我做什麼了吧 最後我們要執行 所以我把它切過來這邊 我執行給各位看喔 那它其實就做什麼 如果你執行 這個 這一行 其實很簡單 它就是把 剛剛的這一串公式 幫你丟到這裡 那這裡指的就是這裡 所以你會看到什麼結果 然後把公式 其實 反正就是把公式 意思跟我們手動一樣 執行到這邊 看到結果 OK有沒有看到 這邊就有了 如果你要清除的話 很簡單 你就是在把 Sub跟EndSub 這個段程式複製喔 複製喔 貼 然後這邊把它改成 門號清除 我們叫 清除是什麼意思呢 清除就是把它變成裡面沒有 那沒有怎麼清除 很簡單 如果你要把它改成清除的話 你其實就是把 等號後面變成什麼 沒有東西 那沒有東西的話 在程式裡面 就是要加什麼 兩個雙引號 那兩個雙引號就是沒有資料 沒有資料 那所以喔 就是清除了 所以我這樣執行一下 那你會不會把這個東西 放到這裡的話 再執行 有沒有 就不見了 這個再執行 就有了 OK 不過有同一個人講說 老師那一個不過癮 有沒有辦法可以把它全部 從頭到尾 通通 幫我 一次完成 絕對當然OK啦 所以待會要學一個東西 程式裡面非常重要 重複做 我要從第2到最下面 那就再學一個叫 回圈的東西 所以回圈是解決什麼 就重複做的事情嘛 這樣就OK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重點回顧一下 1 開發人員 Video Basic 2的話呢 再按右鍵插入一個什麼 模組 再來就 Sub 門號公司 Enter 然後把這一串 Key上去 這個 如果你假設有問題的話 其實可以參考雲端白板 有一模一樣 我剛剛寫的就在這裡 在雲端白板裡面第14頁 甚至你可以 Ctrl C 有沒有 然後甚至呢 你直接在這邊講 假設你沒有對不對 你只有一個Module 2 你Ctrl V貼上 你也可以Work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這部分 OK OK 那試試看 如果遠距同學 也是一樣 隨時有問題 隨時可以提出來 都沒有關係 因為 我 就是 可能有時候 顧到 現場的同學 但是有時候又 忽略了那個遠距同學 所以 反正都可以隨時 讓我知道一下狀況 那一樣 如果你假設 有些細節 漏掉或忘掉沒關係 回去記得把它 記起來就可以了 OK 其實說真的 其實我是覺得 像這些程式設計 重點是記得規則 不要寫錯 然後熟悉它 我覺得好像這樣應該就 就足夠了 不用記太多 真的 有的時候 有的人就很貪心 想要一下子 記很多反而是 累贅 所以我課內 會教各位的 就是 你必須要知道的知識 那如果你暫時不需要知道的話 可能我會自動幫你刪掉 那並不是說那個不重要 而是說你現在暫時不知道 沒有關係 但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 坊間那個 書店一堆那種 有關這個VBA的書籍 我覺得現在 其實 除了Python之外 我覺得以這個VBA的書 也不遑多讓 好像也不算少 也還蠻多的 因為像我今天就有 去成品再看一下 好像也不少 OK 如果你要看也OK啦 就是說 這些東西 這個 把它當 工具 學會對你來說 絕對在工作上的效率提升 工作上的專業能力提升 絕對都有正向的幫助啦 OK 等一下同學有問題嗎 可以直接講沒有關係 謝謝 對 謝謝 謝謝 陰 Front 我們 回去 找